画面上是在七堵区的行政中心六楼大礼堂 这是基隆市农会一年一度的农民节庆祝大会 现场各界贵宾云集 特别前来为农民朋友庆祝农民节 现场包括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议长童子委的秘书杨文和 副议长杨秀玉 七土区的张耿辉议员 曾宜芳议员以及前议长蔡旺莲秘书等等 为活动增添光彩 所有的贵宾好朋友 我们各位农民长辈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来参加农会举办的 112年农民节庆祝大会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是三年来第一次恢复 举行庆祝活动 非常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 祝祝农民节我们甚至掌声给我们自己鼓励一下 好不好 谢谢 那今天是我们这个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农民节 那休憶刚刚特别刚上午满忙的 赶快赶过来 那我知道说 我们都知道说那个农民非常的辛苦 我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 那早期的台湾是以农立国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餐三餐都是真的是 都是我们这些农夫辛辛苦苦种植出来的 那也谢谢我们 我们的政府对我们农民的一个重视 那以未来希望说我们金融市政府的惨发处 是不是要针对我们七土知道都是山区很多吗 怎么样来栽培我们所谓的这些就是新一代的这个农夫 来做一些整个农业的一个改良 我觉得非常看好七土的这个整个他的地理条件的优势 所以希望说我们市政府谢市长能够重视 那我们会一起的努力来跟我们农民朋友 跟我们农会一起来讨论 如何多角化我们目前的一个经营方向 然后利用我们的大自然条件跟天气 能够来多做一些农业更多的一些发展 现在大台北地区的朋友们其实在都市生活过惯了 其实他们周末的时候很想带他们的孩子家庭 到大自然去做更多的体验跟生活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基隆 尤其在七土三区所享有的一个特殊的条件 未来我也希望能够跟我们产发处 跟我们农会大家一起来讨论 如何能够更多角化我们的一个经营方针 提出更好的农业相关的一个政策 来让农民朋友 来让我们经营农业的市民朋友 多享受到一些收益 能够提升生活品质 这个是国粮非常希望做到的事 基隆就在首都生活圈的范围之内 交通相当便利 而基隆的山区有好山好水 步道系统发达 绝对不输给其他地方的条件 相信在各界的关心努力之下 一定有机会让基隆的农业再升级 并提高价值 吸引更多年轻朋友回乡 投入农业发展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道